小伙伴说我们的房子看起来很漂亮 来一个room tour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room tour了 在浙江的乡村住一个三层的小别墅 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最后再给大家揭秘一下 这个小别墅要多少钱 这里本来是养鸡的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田 离我们房子太远了 然后就跟他们换了一下 然后这块就变成了我们的地 刚好在我们的房子边上 里面可以种东瓜南瓜西瓜 这里还有一块地 现在的话是种的县菜 这都是我刚开始丙心画的时候画的作品 还有更多 这都是我画的 从刚开始到后面慢慢画的好了一点 我觉得这几幅我还挺喜欢的 这是我画的石头 石头呢都是后山上 因为这个小镇以前就是靠卖石头为生的 但现在做了环保呢 是不能踩石头了 这里的话是奶奶的房间 因为奶奶会上楼会比较不方便 所以说一楼的第一个房间 这是给老人呢 这是一个土灶 然后是放柴火烧的 然后家里一般来说都要有一个这个 然后烧出来的东西会比较香 这也是我画的 这也是小书房 和老爸老妈的房间 是两个在一起的 这是二楼的客房 比较小 这里还有个小房间 放一个网课靴的 还蛮好看的 这是蛋蛋专有的位置 先进厕所 是我们的电脑桌 一般小罗坐在这头 我坐在那头 当然有时候我在隔壁房间 这是阳台 这个是蛋蛋的窝 平时蛋蛋的就吃饭 拉宝宝 这是阳台 这是我看书学习的地方 隔音效果比较好 然后录歌唱歌练习也比较好 不会吵到旁边的人 然后这有背景板 我最近在学吉他 学的很基本的 现在是初级课上好了 蛋蛋洗澡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储藏室 这个房子的占地面积为多少 就是我们这边有规定的 就是这个占地面积 它只能是125平米 对每一层125平米 不超过三层 对不超过三层的 装修好不好 对这个房子的价格 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我们这个房子的话 因为用的材料都是最好的 所以说大概要100万 然后下次的话 视频的话 带大家去看我隔壁的亲戚家 里面没有装修的 大概是40万的 但是面积是跟我们是一样 农村的房子属于宅基地 它跟城市里的商品房 是完全不同的 它是不可以自由买卖的 如果是转手 也只能在村里面有宅基地的人 之间进行专手 也是可以的 私下买卖可能会有风险 对有风险非常大 就是你要看这个房主的人品 好不好 人品好的话 它可能就没什么纠纷 如果人品不好的话 你如果拆掉了 它又赔偿了 它可能就要回去 镇上的话也没有什么商品房 因为来的人太少了 也没有人开发了 对也没有人开发 都是村屋 宅基地不能买卖 但是可以长租 可以跟屋主进行协议长租 但是基本上我们也不知道市场家 因为不太有人会过来长租 而且都是老人自己要住的 我也没有看到过别人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